各位好 在這段影片中呢 我們要跟各位介紹 ZQueryMobile它的視覺化的文件 之前影片集中 其實就提到過 ZQueryMobile提供很多視覺化的 控制項 以及工作列等等 提供我們在開發的時候 直接用設定的方式 它就可以幫我們呈現出 我們畫過後的控制項 在這個影片中 我們就要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比較常見的一些控制項 還有畫面的做法 首先這邊要跟各位介紹的是Navibar 就是導向用的 工作鏈 這個導向用工作鏈 它只需要 使用一組DIV標籤 然後它的DataRaw 把它設定成Navibar 內置UL 或L的清單標籤 那這個標籤裡面呢 到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它的成員標籤 就是LI 去撰寫文字 或者是撰寫超連結標籤 那不一樣的效果是 如果像下面這個簡化的標籤內容呢 它這邊是寫連結標籤 那到時候 Navibar的畫面呢 就是可點選的 可以在點選之後 幫你導向到 比如說到Page2啊 或者是Page3 那如果你的LI標籤裡面 只有撰寫文字的話 那它其實就只有 簡直的效果 它就不具有導向跟點選的動作 就無法跟使用者去做互動 好 那這邊的簡單的標籤 我們帶各位來看一下齁 好 首先呢 在我的第一個Page裡面 我在Content 去寫了單字 叫TestTableBar 好 然後呢 去準備一組DIV 它的DataRole 就叫Navibar OK 好 然後呢 它的UL標籤部分 好 這邊呢 我們就加兩組LI 一個連到Page2 一個連到Page3 好 那 比較不同的地方是 這邊我加了一個class 指定為UibtnActive 這個其實剛剛頭五篇中有提到齁 它可以用來指定 選取的對象 其實其實這Navibar 它的畫面部分 可以有這個點選畫面的呈現效果 那如果希望它一開始就是呈現被點選的狀態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class先把它給加上去 好 所以完成之後呢 就是ULED耳機開箱 到這個我看一下齁 好 所以呢 這個TestHeader 預設就是被點選的狀態 好 那這個就不開這個行動裝置某些 因為這個部分看起來就有大動小異 OK 好 那 因為我都有點導向到Page2或Page3 所以呢 這個在點進去之後 它就可以把它打到Page2 它就可以把它打到Page3 像這樣子 好 再來 好 HeaderBar部分的指定 好 預設Header呢 好 就是我們的這個 Data rule 等於Header的這個區段 它也是一組DiU標籤 那通常它的內容部分 我們大概是鑽小文字啊 可是你有需要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去主化它的內容 包含一下一些控制箱 或是適餘化原件等等 好 例如像圖片這裡啊 我們就可以左邊 右邊各加一個工具按鈕 中間把文字去多呈現 好 那如果說你希望它旁邊是出現按鈕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還是用超連結的方式 這個也是用超連結 這個也是用超連結 就是給它兩組A標籤 好 那這些A標籤 它們在這個 預設加上去之後呢 它就會按鈕的方式出現在你的HeaderBar內 好 只是說旁邊呢 像這個都會有一些簡單的圖示 有沒有 通常也是用來提示使用者說 這個按鈕的功能的 好 那如果你要去選擇圖示的話呢 其實有兩種方法 好 第一種就是你可以直接 幫這些連結標籤加上Data Icon 的屬性 來去指定它它內建的圖示 好 那這些圖示其實JQuery就很內建的啊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名稱方式去做指定 好 比如說選擇Delete啊 選擇打勾Check等之類的 好 就可以去做處理的 好 那另外呢 呃 這些連結標籤喔 怎麼樣去決定誰是左邊 誰是右邊呢 好 其實就是以右邊的 好 來去做設定 如果你的這個連結標籤出現按鈕 想要在右邊出現的話 好 在這邊呢 你就幫它加上 Docast.uivtm.write 好 那這麼一來呢 它到時候就會自動出現在右邊 幫你做定位 好 那這個 大家給我看一下喔 呃 在我的Patch2的區段內 好 我的這個Header的部分 好 我就把它的內容群組化 好 那是群組化內容群組化蠻簡單的 就是一組連結標籤 跟一組自我 再一組連結標籤 好 那第一組連結標籤 那第一組連結標籤 我就剛才說 我要連結到Patch1的區段 好 然後呢 它的Data Icons 等於Back 就是回去 的那個圖示 好 那第二個連結區段呢 我是導向到一個不存在網址 好 我們就隨便寫 然後呢 Data Icons等shape 好 就會出現核取的圖示 好 那這個Data Team人c呢 其實它是可以看到部件主題的 然後c就是跟它主定為第三種部件圖定 好 內建的第三種 好 再來 buybtn-write 的class設定 好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它可以決定要定義在 我們這個headerbar的右邊的區段 它就幫你貼在右邊的部分 好 這則是它的文字 好 所以執行一下 效果其實就是像剛剛我們點的testheader一樣 好 左邊 好 就是我們剛剛這邊有沒有 好 它的Data Icons是back 好 那它的字就是back 然後中間就是test的文字 好 那右邊部分呢 呃 因為我的buybtn-write有設定的 所以它會貼在最右邊 好 然後Icons是chip 就是打構圖示 OK 好 那這個畫面其實在 好 形象剛剛之下 你可以看到也是一樣的 老實說 欸 美化效果會更好一點 就是它是圓形 有沒有 就不像AE一樣是用舉行的方式呈現 OK 好 再來 headerbar 可以自訂 filterbar 就是表尾的部分 可以自訂 好 那表尾部分其實也是蠻經常見的一種做法 有沒有 還有很多部分 在看Email的時候呢 去調整它一些內容 這些工具內容 我們也需要去把它做呈現 好 所以呢 嗯 filterbar的內容 如果你要做呈現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 提供一組DIV 好 啊 DIV部分 好 你就另外幫它加 Data Type 的Horsender 好 那它就會直接幫你把數個案的畫面 直接幫你用相當群組畫的方式 已經加在一起 而不是像剛剛一樣一樣 各自獨立 好 那這邊我們就帶著各位看一下這個標籤的部分 好 這邊這個是filterbar的畫面內容 好 首先呢 呃 就這個部分 好 我們 好 把它設定一個Data Rule 等於Ctrl Dual Group的DIV 然後呢 它的Type是好枕頭 所以等下是黏在一起的 然後我準備了四組標籤 好 那標籤部分都可以自訂ICON 然後ICON的話 我們就隨便寫 好 然後呢 畫面 開起來之後 Test Footer 好 你就看到它四個按鈕 就主動幫你留在一起 有沒有 好 那這邊可能這樣看比較不清楚 我們用行動裝置的眼鏡來測試 好 請各位看一下 它的D列 好 下面是別的D列 四個就幫你留在一起 好 那如果我把它的後天頭 這邊把你留掉 OK 好 你會發現 其實從這個IE看就知道了 它已經分開了 你知道 那行動裝置的眼鏡去看這個更多錢 然後 欸 四個就分開了 四個就分開了 OK 這個部分就是 有沒有使用 有差 好 那另外呢 它也可以使用Namebar 可以在這個 Header Footer 都還是可以使用 所以在DL部分這邊設定Namebar 它其實就有Namebar的效果 好 所以這邊其實我們看一下 下面這個就是Namebar的效果 這樣 好 好 那 再來 來 Toolbar的按鈕自訂圖式部分 就是像剛剛的圖式部分呢 如果你希望它可以自訂的話 好 比如說它的這邊內建的 有些什麼 Plus啊 Check啊 Star啊 好 那如果希望它可以自訂方式存在的話呢 這邊有幾個步驟 是各位需要知道的 首先第一個步驟呢 你必須要特別加入一個CSS 你必須替它指定ID 也就是呢 呃 你要加入的圖式啊 你要給它一個ID的名稱 所以像這個 警號Email 就指定說 我到時候是要設定成Email OK 然後呢 這個UIRCOME的部分 這個部分是固定要寫的 就是指定它是給UI用的ICON按鈕 好 然後呢 在它的CSS內容部分 其實是用Background的 這個key 來去指定說 它背景圖片 是你準備好的哪一張 好 那這邊當然各位到時候 自己要熟過準備圖片 好 那通常是背景比較透明的那種才可以 OK 好 這是第一個手續 你必須要把CSS的建好 好 建好之後呢 如果你到時候你的按鈕 希望可以自訂的話 好 這邊還有兩個動作不需要做 第一個 好 DATA ICON 剛剛在設定部分 其實這個 像畫面這樣 我們可以直接指定 Gray啊 Star啊 Gear 那這個部分 如果你DATA ICON是自己準備的 那你就要把它改成寫 CUST 好 CUST OK 好 那再來還有一個動作 ID部分 你的這個 Tuberbine按鈕 它的ID部分 就必須要跟剛剛CSS 標籤的ID是一樣 好 所以呢 像剛剛我們這邊 如果準備一段 Email的ID標籤 那我到時候 我的超連結標籤 它也必須要做到Email 這樣才可以對應到 好 那這邊我們就帶給各位看一下 好 這個可能我先把它拿出來 好 來 好 欸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邊其實就是一個Email的圖示 那這圖示 並不在內建的範圍之內 那我們的做法是怎麼做呢 我帶給各位看一下 首先這邊我先準備主持帶來標籤 好 然後呢 指定ID為Email 為UI icon 好 再來 它的Background我們就準備了一張圖 給它 18-11 好 再來 它的DIV內呢 我們剛剛有四組的超連結 那在第四組超連結部分 首先我的ID就必須要跟剛剛CSS 一模一樣 這邊叫什麼 這邊就叫什麼 再來 Data icon部分呢 這邊我們就不能用內建的關鍵字了 就要寫Custom 好 好 寫完之後呢 到時候它畫面呈現之後 它就自己幫你去拿 你準備好icon 來去做畫面呈現 好 接下來是按鈕的部分 呃 預設呢 其實在我們這部Mobile網頁裡面 只要加入超連結的標籤 它 其實都是 直接 會 大部分的情況下 都會幫你用按鈕方式呈現 可是如果你要主動去使用的話 你 其實你可以在你的標籤內加 Data rule等於 Button 好 這樣它就會幫你用按鈕的畫面呈現 好 那 在它這個 按鈕的方式呈現在畫面上的時候呢 其實你還有很多的設定方式可以調整 好 比如說按鈕呢 它可以預設幫你帶一些對應的圖示在畫面上 你可以用Data icon等於 內建的關鍵字 或者像剛剛介紹的 設定的方式去做呈現 甚至呢 它可以利用Data icon Post 這其實就是Position 的意思 來去指定說 我這個圖示呢 應該出現在我按鈕的左邊還是右邊的 等等 好 再來 按鈕的寬度 如果沒有設定 預設它會跟你的這個 浏覽器 它的寬度 等 等寬 所以你的浏覽器如果夠大 它其實按鈕就會變很大AQ 那如果你把Data Inline的方式 這個屬性設為True的話 它其實就會幫你把 它的寬度最小化 就是以它的內容為主 來去做呈現 而不是在盲這個欄寬 好 最後還可以去做群組化 如果按鈕需要像剛剛前面所介紹的內密吧 可以整理 可以秀出來 有群組化的效果 那你只要一樣 替它們加一組DIV標籤 Data rule等於Control rule 這樣就可以了 那至於這個喉尖頭就是排列的 不知道是可以選擇要或不要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帶著各位看一下 首先 第一組呢 就是基本按鈕 我們就加了四組超連子的標籤 我剛才講說是butt的入文 然後呢 icon 我們就給它各放各的 比較不一樣的是 第一組我們就只有這樣指定 但是第二三四組 我們有用icon指定的 right position設成right top 或者是non-test 那看到的畫面效果會會像這樣子 這邊我已經開好了 預設 沒有做調整 它的這個按鈕就會長這樣子 而且呢 這個圖示就會在左邊出現 那如果你的position設定right 它就會在右邊 那如果設定top 它就會在上面 那如果像這個呢 它就是把字拿掉 所以設定no-test 字就被拿掉 好 那 以上這三個 除了第四個之外 你會發現它的寬度 就會跟你的軟體等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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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比如說 開按鈕 各位可以看一下嗎 我的按鈕就會這麼寬 OK 好 那如果說你希望它可以 最小化寬度的話呢 就是把 另外設定true 這樣就可以 整設好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下面的三顆按鈕 122 這三顆按鈕 它就會最小它的寬度 好 現在的軟體 各位可以看到 就這麼一下 好 再來是群組化的部分 群組化的部分呢 在這個區段 一樣 就是加HDIV 然後如果我本來講 就是Ctrl Group 這麼一來呢 到時候的內容 它就會直接把你群組化起來 就像下面這個樣子 然後Yes No跟Maybe 它就會組斷畫 你會選擇畫的 這是按鈕可以做到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介紹的是 使用Grid來去排版內容 那這個Grid排版內容部分 其實 相對於我們我A開發 它有類似Table表情的TD 它可以決定說 畫面上呢 一列要出現幾個 那怎麼樣去做它的這個 平均的配置 那在我們這個Movie 你要去動動排版的方式 其實很簡單 還是寫DIV標籤 還是寫DIV標籤 那把要排版內容 放置在這個DIV標籤 就行了 那這組DIV標籤呢 它 就必須要加入Class 來去指定值 值的部分呢 它這邊其實已經有內建了 你可以選擇 UI-Grid- 四個值 A B C D 那利用UI-Grid- A B C D 你可以讓你的到時候 畫面的這個 排列方式 是以兩列的方式 排列的 或是三四五列等等 那在這邊 我們就帶各位這邊看一下 這邊呢 我準備一組DIV 它UI-Class是B 相對於B的話 它應該就對應到三列 就主定用三列的方式去做呈現 所以我裡面也故意放了三組的指標籤 也是DIV 放三組字 Black A B C 那到時候在畫面做呈現的時候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會裝成均分 把它分配33%的部分 一人分塊 來去做畫面呈現 好 那另外呢 在我們這個內容呈現的部分 其實它被排版內容 它也可以用Class 去指定它放在我們畫面上的 就是第幾個 所以UI-Block A B C D E 就可以指定說 我要出現在一二三次之類 之類格子內 其實它的 格子最多也到五列 所以這A B C D 最多也只能去到一二一 那就像剛剛這例子 這Block A應該就是 就應該是用A指定 那B是第二個 就用B C就是C 好 這邊是A B 跟C的 好 那 還有呢 其實你的 背排內容 也可以去做這個 進一步的 畫面的調整 因為預設它部分的寬度 是不能調整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你也可以在指標前列容部分 再幫它加入它的寬度 跟這個樣式的設定 所以設定好之後 像這邊我們是用UI8 UI8E的這個樣式去做設定 出現的畫面效果就會像這樣子 它的寬度就會是120p少 那帶有黃色的底色 這些都是各位 在開發的時候 都可以參考一下文件 幫它全文化內容 帶有比較豐富的視率效果 可以做調整 好 那在下一個部分是這個 摺點內容 Closer 好 那這個摺點內容部分呢 我先簡單看一下 畫面效果 像這樣子 好 我可以把內容摺取起來 要看我再打開 OK 那這個摺點內容設計方式呢 才以往網頁的設計方式 你都要寫JavaScript 其實都還蠻麻煩的 那它這區部分呢 它也幫你做簡化 一樣 還是用DIV來選擇畫面 OK 那這群網內容 其實畫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什麼 就是剛剛的標題 然後I have 第二部分 就是內容的部分 OK 它的畫分方式就這樣 先準備一組DIV標籤 然後呢 這組DIV標籤 Data Road 設定成這個 Closerboard OK 設好之後呢 它的內容部分 它預設會去辨認它 找到的第一組H標籤 H1 H2 H6 標籤 來當作它摺疊後的標題 好 那 除了這個H標籤之外呢 它就幫你當作我的內容 然後去做呈現 好 所以像這個 前進之中 我們簡單看一下好了 就這一組 各位可以檢查一下 好 首先我有一個DIV Data Road 就是要Closer OK 然後呢 下面會有H3標籤 叫做I'mHeader 好 然後在下面我就帶來一個內容P 那到時候呢 這個就會變成我的標題 好 這就是我到時候來摺疊的內容 好 所以之前就想剛剛就看到 好 這就是摺疊的內容 好 H1標籤就把你拿來當個標題的文字 OK 好 那它也可以朝中配置 就是呢 你的摺疊的標籤內 還可以有指摺疊的標籤 好 那設計方式很簡單 就是 其餘的內容部分 再放一組摺疊的標籤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話呢 可以看到 摺疊的標籤就像這個樣子 OK 好 上層是一組摺疊的標籤嘛 這是我們上層標籤的標題 這是它的內文 那內文部分呢 我再放一組摺疊的標籤 好 那內文部分這個標籤 也有自己的內文跟標題 所以呢 在畫面上看到的樣子 其實就像這樣子 好 這組摺疊的標籤 打開 它裡面就還有一個字 可以再打開 好 就這樣子 好 那內部的這個標籤部分 一樣 你也可以去幫它套用 來去做畫面呈現 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 好 最後呢 你的 摺疊內容 如果需要群組化的話 好 那很簡單 就是把這一大堆摺疊內容 再另外用另外一組DIV標籤 夾住 夾住之後呢 這組DIV呢 它的DataRawks 處境設定 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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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之後呢 它就會幫你整個 幫你圈組起來 好 所以就像剛剛的情境 各位寫這個 很大的 上面部分 我們是沒有去做 這個圈組化的 好 所以你會發現它其實每一個 都是一個圖類的區塊 有沒有 那下面部分這邊呢 我們每一個摺疊內容 相對於我們選擇 四個指令號 再另外另外一組DIV標籤 這邊就是用剛剛寄到 DataRawks 設定 好 那它畫面到時候呈現的時候呢 往前看 你就會發現呢 它就幫你群組化起來 整段都在一起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群組化標籤 好 設定好之後呢 可以找到呈現效果